今天看到这个房子符合了五个卧室四个半洗手间将近5000尺的居住面积 还是一个朝南的湖景房的这么些特点 它是2022年的房子 有并排的三个大车库 现在我们就走进这个房子 门牌号特别好 10318 就是带8带6这种门牌号就是我们亚裔特别喜欢的这种 双开大门 一打开门进来 就可以看得到迎面 看得到这个非常漂亮的推拉门 外面就是很好看的湖景 它的湖面很大 湖面的另外一边也没有邻居是一个活动中心 所以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景观和位置 您看得到的现在这个窗户看出去 这就是南向的一个窗户 那它的客厅高挑的整体的面积和宽度都非常的好 这是一个80尺宽的房子 不仅客厅有大推拉门 它的外面的这个小主餐厅 小早餐厅也有推拉门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早前厅推拉门看出去 也是很漂亮的湖景景观 这个房子的一楼有两个卧室 而且两个卧室全部都是湖景景观 现在我们先去这个房子的主卧看一下 这个可以看得到湖景景观的主卧 它的主卧看出去就是湖景景观 主卧的洗手间也是装修的很好的 这套房子的装修升级做得很漂亮 就连所有的地毯也都是高级的短毛地毯 然后它的地板呢是欧洲项目的地板 所以它整体的装修风格是花了不少钱的 在细节上来看呢 这套房子所有的灯具之类的 全部都用了那种智能的调节系统 这个房子建于2022年 这个房东呢没住多久 就现在卖房子了 它的占地也超级的大 一万四千零七十三尺的占地 一进门就是这个双开门 双开门的旁边是它的书房 书房也是短毛地毯 这个短毛地毯是一个升级的项目 书房的另外一边是它的主餐厅 所以这套房子基本上所有豪宅所具备的潜质 都是有的应有尽有 现在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房间看一下 另外一个房间的客卧 这个客卧也是可以看得到湖景景观的 主餐厅 就是整个房子的主客厅 然后厨房 两个一楼的房间 全部可以看得到湖景景观 并且这个潮向全部是潮南的 我指的这个潮南是指的窗户潮南 这个房子一年的物业费是1428美金 所在的社区叫Sienna 然后它的年地税是29,170美金 税率会降一点是3% 但是它的评估价格其实还是挺高的 因为所有沖南的湖景都是120万美金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了 已经涨上来了 现在就让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它的二楼还有三个卧室 这个房子不仅有三个卧室 有订院 还有一个小密室 待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密室什么样子 这边呢就是一个可以打开的小密室 里面可以放上枪罐什么的 也是挺不错的一个位置 在旁边就是这个房子的卧室了 每个卧室都是套间 其实这个户型我以前拍过它的样板间 但是那个样板间后院的湖景景观 还不如这套准线房好看一点 这个线房 这套线也不算算是线房 这套是二手房 这套二手房的湖景景观 比当时拍的那个样板间还漂亮 所以它现在的报价114万9 其实是比买那个样板间还划算的 现在我们就到后院看看 因为后院的湖景景观很好看 它这个后院 这个房子整体的占地有14000多尺 所以它的后院很大很漂亮 我们就从这边来后院看 到了后院之后 先是一个超级大的派流 这一大片全是一个升级的一个外面的派流 然后外面就可以直接做一个很大的泳池 再走出去就是湖景的这个景观了 外面的这棵大树呢也不属于这套房子 所以这个树的维护你也不用担心 完全不属于这个房东来维护 是很方便很容易的 这就是整体的后院的感觉 很密静并且朝向非常的好 报价114万9000美金 在现在的市场当中 相对报价还是个比较低的报价 房龄又新2022年的学区 是一个全A的学区 社区是非常好的 Sienna这个社区 你对这个房子感兴趣吗 欢迎联系给宇修顿地产团队 我是基基 打电话或者给我加网微信 联系我吧 下期再见了 拜拜 Sienna社区 位于修顿的Missouri这个区域当中 它离这6号高速公路 还是59高速公路都非常的近 社区里面有高尔夫球场 而且是个18栋的高尔夫球场 有好几个泳池活动中心 健身房 然后有非常多的湖泊 有网球场 有篮球场 有非常多的公共活动区域 都注定了这个社区 是一个非常大的规划性社区 哪个社区管理费呢 只有1095美金 这些社区的设施都是包含在内的 并且呢这个社区 离着医学中心 离着市中心也不是很远 所以这个社区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社区离各个地方的距离 是什么样子的吧 整个小区叫Sienna 这个Sienna社区也是很大的 它紧挨着Riverstone 上面就是Riverstone 下面这一大片都就是Sienna 它们是紧挨着的 那我们看一下 它到各个地方的距离 是什么样子的 到中国城的距离是28分钟 到Uptown的距离是38分钟 到医学中心的距离 是30分钟左右 因为我这个标的 写的是莱斯大学 医学中心比莱斯大学 还会近一些